我是古阿木 今天要來說的故事是 窗裡的女人 女主角一走出家門就會嚇得昏倒 被診斷為有恐慌症 見到人群就害怕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 她都躲在家裡 只透過大窗戶 來與外面的世界互動 她最常觀察的是對面的大樓 一眼望去 透過美樓的窗戶 她可以很清楚看到別人都在家幹嘛 忽然門鄰想起 她過來開門查看 發現來拜訪的是個男孩 說自己名叫小姬 今早跟家人剛搬到對面大樓住 過來打聲招呼 她媽還托她帶了個伴手禮過來 一般來說女主角不太跟人打交道的 但她身為一個兒童心理學家 一眼就能看出小姬心事重重 所以她開門約對方進來聊兩句 還順便暗示說 小孩子很常因為不適應新的生活環境 而感到焦慮 這時候就很適合來做心理諮詢 小姬聽了欲言又止 轉頭看著窗外說 在這裡我誰也不認識 我能跟你當朋友嗎 但我這樣打擾你沒關係嗎 哦當然沒關係 女主角說自己因為恐慌症 所以跟老公女兒分居中 一個人不怕被打擾 隔天一早女主角被門鈴聲吵醒 來訪的是跟她租地下室住的房客小帥哥 小帥哥說今天是萬聖節 她要出遠門玩沒要回來 所以來跟房東打聲招呼 順便幫忙倒個垃圾掰 下午女主角在沙發上小睡 直到晚上才被屋外聲吵醒 一堆孩子來她家門口丟垃圾 喊著不給糖就搗蛋 她生氣的開門想叫這些屁孩滾蛋 但她有恐慌症一開門就嚇昏了 等她再醒來時 救她的人說自己剛搬到對面 路見婚人 把手相助不足掛齒 女主角則是起身道謝問說你是小雞的母親 簡稱小雞媽媽 謝謝你的伴手禮 接著兩位孤獨的媽媽 聊了一下相談甚歡 而小雞媽說自己的家庭其實很複雜 一言難盡 不然又怎麼會節慶時沒跟家人過呢 但她沒有想多聊這個話題 所以隨手畫了一張圖送給女主角 想轉移話題 她聊到深夜後 小雞媽就道別離去 但前腳剛走 一名白髮男子就過來拜訪 說她是小雞的爸爸 簡稱小雞巴 她想打聽她有沒有家人跑來這 小雞媽問我心中肯定有詐 所以她隨便說沒有 打發對方離開 之後一直到隔天傍晚 才有了新狀況 女主角聽到小雞家傳來女性尖叫聲 隨後小雞媽奪門而出 小雞巴還在家拿著鐵錘 重點是打電話去問小雞發生什麼事 小雞卻哭著說沒事 這讓女主角擔心的 隔天開始利用相機鏡頭當望遠鏡 想更清楚的看看小雞家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她擔心小雞被家暴 然後她就看到小雞媽被站在牆柱後面的人一刀捅死了 當下她直覺認為是小雞巴在殺小雞媽嚇得趕快報警 然後轉身撐產出門想趕去對面救人 但她有恐慌症 所以一出門就被嚇昏了 等她再醒來時 警長已經帶著女警趕到把她救回家了 小雞巴也被找來問話 但她堅持自己沒殺小雞媽 一名陌生婦人也跳出來說 我才是小雞媽啦 我沒被殺你是誰 我根本不認識你啊 也沒送你半手禮 幹嘛一直說我死啊 你才死了 你全家都死啦 小雞也跳出來佐證說 他媽很好 家裡剛剛沒發生什麼兇案 這情況讓女主角一頭霧水說不出話 而警察看好像根本沒發生什麼事 就勸大家和平收尾 各自散去別再偷窺 隔天女主角決定展開調查 她懷疑小雞巴殺了真正的小雞媽 然後找了替身 還威脅小雞要幫忙說謊 很快她找到了兩個線索 一是網路上有新聞報導 說小雞巴是個大公司經理 但前陣子她助理跳樓自殺 緊接著她就帶七小搬家了 就是搬到對面 感覺就是做賊心虛 不然幹嘛搬家逃走 對不對 結果都在第二個線索 是她的貓跑道 房客小帥哥的床上 她過來找貓時 發現有個女用耳環掉在桌上 這耳環她一看 就知道是萬聖節那天 和她喝酒聊天的小雞媽帶的 那有了這兩個線索 她就激動的把小雞找來家裡聊聊 問她到底在幫她爸隱瞞什麼 她媽明明就被殺了 她為什麼要說另一個陌生婦人才是她媽 小雞聽了一臉難過的說道 我...我不能告訴你 嗚...我爸來抓我了先掰 把小雞巴跑來一邊揍兒子 把她趕回家 一邊警告女主角說 在管我們家的事 我就給你好看掰 然後當晚女主角就收到一封電郵 裡面是一張她好看的睡眠罩 嚇得她馬上把警長跟女警找來說 這一定是小雞巴偷拍的 她早上才警告說要給我好看 是真的把我拍的挺好看的 反正她肯定是壞人 不信你們把他們一家找來對職 我手上有從小帥哥房間 找到的真正小雞媽耳環 還有她送我的圖畫 能證明此人是真的存在 我也真的看到小雞巴殺了小雞媽 小帥哥一聽路過的跳出來說 靠貝歐去我房間幹嘛啊 那是我一夜情對象小妖精留下的耳環啦 自稱是小雞媽的陌生婦人也跳出來說 靠貝歐我就是小雞媽 那就不是我的耳環 我也沒給你圖畫 我真的不認識你啊 警長也跳出來說 靠貝歐女主角我上次離開後有去查過你 你心裡一聲說你老公女兒死後 你就得了恐慌症得吃冷靜完 來穩定情緒 但這玩有副作用會讓你產生幻覺 聽說你總是幻想你老公女兒都還活著是不是 這張圖我看也是你自己畫的吧 還幻想是別人畫的別鬧了 女主角一聽這才回想起以下畫面 多年前的聖誕節 她開車載老公女兒要去玩耍 但路上她老公跟她抱怨說 欸臭皮曲我沒辦法放下你外遇的事 假裝在這 跟你演天倫之樂給孩子看 你看你外遇對象又打電話來了 你不接嗎我幫你接 女主角聽了做賊心虛想搶回電話 結果搶奪過程中 車沒開好衝進懸崖 她老公女兒當場殘死 這之後她才有了恐慌症 一出門就會擔心摔落懸崖之類的 吃冷靜完也真的會讓她看到幻覺 像她現在又看到車禍幻覺了 想到這她決定跟大家道歉 說她可能真的腦子壞了 幻想什麼小雞媽被殺的情節 真抱歉打擾大家了 她保證不再惹事 但隔天女主角看著自己手機中 死去家人的照片 亦當年時 就忽然看到萬聖節那天 她喝酒時有拍了張照 照片酒杯裡有反射出 跟她喝酒的那位小雞媽 她用電腦放大照片一看 果然那位小雞媽的確帶了 吊在小帥哥房間的耳環 這讓她激動的馬上把小帥哥找來問話 小帥哥看了照片才表示說 喔對呀這是我一夜情對象小妖精 是這女的沒錯 她說她是小雞的生母 但已經跟小雞巴離婚了 重點她是個神經病啊 那晚跟我一夜情後就一直纏著我 我覺得很煩就一直在躲她 反正我沒亂講話 這耳環真的是我一夜情對象掉的 我先回房了掰 到這邊女主角終於高動 原來大家都沒說謊 單純是她沒注意到小雞有兩個媽而已 那個陌生婦人的確也是小雞媽 只是是繼母啊 小雞一聽拿刀跳出來表示 剛才被你發現真相了 那只好殺你滅口 省得你最後發現我殺了我生母小妖精的事 她就是個臭屁曲 整天在外面吸毒搞男人 一點都不像是個好媽媽 我那晚才生氣的痛死她 是我爸幫我善後的 她總是幫我善後啊 真是疼我 可惜我是個神經病 愛亂殺人 她公司的助理也是我殺的 也是她幫我佈局成 是助理自己跳樓自殺 所以當她發現我又殺人 殺了我生母後 才會對我很不爽 整天揍我叫我冷靜 反正我前面都在裝無辜玩弄你 我知道你把我兩個媽混為壇了 你的睡覺照也是我拍的 我很常躲在你家監視你 好解釋完了 我要來殺你滅口囉 你別跑啊 你跑不掉的 我武功很強 小帥哥那種猛男 剛剛都被我親一捅死了 你以為你能逃去哪 我殺小帥哥是因為他玩弄我生母 要不是那天一夜情 我生母早就離開這了 也不會被我殺 其實他很常跑來找我爸要錢 我爸很怕他啊 總是在躲他才常帶我搬家 那天我生母奪門而出 也只是來要錢 要不到被我爸趕走而已 好喔我在頂樓抓到你了 看我拿小棒棒通死你 哎呀你力氣好大 把我推到天窗上 天窗還剛好破掉 害我摔下去掛了 大家掰 OK最後警方來善後 查出一切真相 也找到了被藏起來的小妖精屍體 女主角也在與小雞戰鬥的過程中 克服了恐慌症 然後他賣了房子 打算搬去其他地方展開新生活 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想這故事 可能是在表達 以後見面就先問清楚 對方有幾個媽 他避免誤會之類的吧 咳咳